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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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学长 我们乐团可以去台北演出了 这个是国际大学生音乐会 每年都会举办的 陈老师说 以前他们只会邀请 专业音乐学校的乐团 这是我们学校第一次接受邀请哦 真是太好了 以后你这个经理的任务 就更重了 这也是因为今年有小语学长做指挥的关系啊 放心吧 小语学长 我一定会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 为了可以看到 你在舞台上帅气指挥的样子 我还要更努力才行 那我先走了 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忙 拜拜 又是于泱泱 你怎么有那么多话要跟于泱泱聊呀 梦汐叔叔 梦汐叔叔 星辰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看起来跟平时不一样啊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大人嘛 难免都有些心事 我现在是不是也长大了 每天的烦恼那么多 那得看你烦恼的是什么事情啊 我也不知道 就是最近开心不起来 墨汐叔叔 你之前跟我说的 那种 见不到他会想念他 见到他又会讨厌他的心情 我好像能够体会一些了 是指某个特定的人吗 有些事情呢 也许不用急着马上知道答案 多停留一会儿 或许过程才是最美好的 多停留一会儿 听我说 各位同学 我们乐团要去台北演出了 哇 星辰星辰 你刚刚听说吗 我们要去台北表演啊 小语学长 你怎么一点也不兴奋啊 有什么好兴奋的 要是金色大厅还值得说说 迟到的同学 请安静 集中注意听我说 刚才鸭鸭说 社团的经费有限 那我觉得可行的解决办法是精简人员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那种打三脚铁的 可以不用去啦 说什么你啊 闭嘴啊 不要不要 乐团是大家的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去 不然我就不去了吧 反正我也不参加演出的 那怎么可以 你是这个乐团的经理人 而且这个机会是你为乐团争取来的 小语学长 真的不用 我还是不去了吧 那怎么行 像你这种纯情善良的小白兔 怎么能不去呢 如果你不去的话 就会在家被大灰狼吃掉 星辰 你也太大声了吧 我还以为啊 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不就是全团的旅费吗 我一个人 全包了 真好啊 太棒了 郑主耀 你这是顶作作案啊 花家里的钱 给你的小女友做人情 你闭嘴啦 楚耀 你这样不好吧 怎么好意思让你出钱呢 要嘛 就来真的 不耍准上功夫 才是真男人 钱 不一定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没有钱 所有的问题都不能解决 杨杨 回头把所有人的资料都发给我 每个人都可以去台北 一个都不能少 好酸 哇 好酸 真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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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棒啊